美國外交官網站3月1日 刊登觀察人士張串介的文章說 北京在烏克蘭撤僑問題上 不到一個星期時間內 中共駐烏克蘭大使館三次改變立場 從最初承認烏克蘭戰爭是地區衝突 後來鼓勵中國人在車身上 張貼中國國旗以確保安全 但在不到48小時內 敦促中國人不要透露身份 在2月24日 中共駐烏克蘭大使館開始對中國公民進行撤僑登記 同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大使館的登記截至限期是2月27日 這是烏克蘭宣布對所有商業航班關閉領空3日後 文章總結 中共駐烏克蘭大使館這次撤僑失職表明 中國對俄羅斯的入侵毫無準備 文章認為中俄之間除了利用對方作為反對民主國家的工具和籌碼外 在互助發展經濟 改善公民生活質素或提高每國國家自身的國際聲譽方面的工具有限 同時北京還在這裡繼續放大親俄信息 中共國家電視台CCTV在2月26日引述俄方消息說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已經離開了基庫 這個消息隨後被扎蓮斯基自機上傳的多個影片拆穿 文章最後說 從辨識軍事衝突威脅失敗到無法確認區域利益的明確立場 中國未能跟上俄烏戰爭的最新進展 即使後來試圖努力跟上事態發展 北京也未能利用它的外交能力來推進它的戰略利益 而脆弱的平衡會更加困難